看完电影洗个澡舒舒服服睡一觉 欢迎各位小主与撩影先锋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世界 今天为大家讲述一部 男子意外被外星人改造后 成为了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的电影《犬巫夫》 男主眼睛书是一个年近60岁的普通上班族 不仅在家里没有地位 也找不到自己活着的目标 这天他来到医院检查身体 被医生查出癌症 不久后就要离世 眼睛书想第一时间告诉家人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听他的电话 伤心的他抱着狗狗来到公园 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他看到公园的长凳上 坐着一位忧伤的男子波仔 突然天空出现了强烈的光速 随着一阵爆炸声 他们就被一个外星生物砸到 第二天眼睛书醒来后 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梦 回到家的他 发现自己的手突然开始冒烟 随后从胳膊里出现了一把枪 这可怕眼睛书吓了一跳 于是眼睛书用手摸摸自己的脖子 却没想到自己的头颅竟然开花了 自己到底是人还是鬼 被外星生物砸到的还有高中生波仔 波仔也发现了自己的变化 他向自己的好朋友展示他身体的技能 把手指指向空中飞翔的鸽子 嘣的一声鸽子就被打中 他还能隔空空物 肆意地操控汽车 眼睛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他看到一只受伤的鸽子 当他用手拾起来的时候 鸽子竟被自己救活 眼睛书真是又惊又喜 这时他的耳朵里传来求救的声音 于是他悄悄来到医院 用自己的特异功能救活了那个生命纯微的孩子 简直就是滑驼转世 眼睛书心里乐开了花 于是他每天混进各大医院里救人 让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另一边波仔来到他的父亲家领取抚养费 父亲在波仔小时候抛弃他们母子 现在跟别的女人重组一个幸福家庭 波仔想用能力杀了他们 但是还是犹豫了 在回去的路上耳朵一边传来欢声笑语 他心想为什么别人的家庭可以那么幸福 为什么自己和母亲却这么悲惨 于是他来到一所陌生的房子 举起手 哼的一声将他们全部杀害 这时眼睛书寻着求救的声音来到现场 这里的人已经全部被枪杀 他立即运用超能力开始治疗 可没想到能力也是有限制的 只能给活人回血 随后眼睛书发现凶手还在现场 而凶手就是和他一起被外星生物砸到的窝仔 而他每天做着坏事便想拯救这个师族少年 这时波仔和母亲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治安的逮捕 可是现在的波仔不是谁都能轻易抓走了 他轻轻松松干掉治安 休得一声逃走了 逃亡的波仔遇到了一直暗恋他的同学小丽 小丽不仅不害怕他 反而将他带回家 当波仔看到新闻里母亲被社会的舆论逼死 网络上更生出现很多罪有应得的谩骂 他通过网络将找到罪魁祸首的人出现在他的屏幕里 随着屏幕崩崩崩几声将对方击毙 这死相也太绝了 简直像是罪有应得 随后波仔将网络上的喷子一个个击毙 晚上治安找到小丽家中 对着波仔一顿扫射 波仔立马用手指枪击毙了在场的所有治安 而小丽和他年迈的奶奶也不幸中断身亡 看到在乎的人都离大而去 波仔对这个世界感到了绝望 他运用黑科技向整个城市宣战 扬言要杀光城市里的所有人 波仔举起手指 蹦蹦蹦射击 一枪一个应声倒地 谁都没得跑 随后波仔用超能力对城市各地投入炸弹 转眼间炮火连天 这效率可比蹦蹦蹦快多了 眼睛书找到了波仔想要阻止他 可是眼睛书根本就不是波仔的对手 这是耳边传来女儿求救的声音 原来女儿被波仔的连番轰击压倒在废墟下 于是眼睛书灵机一动 在波仔要补充能量的时候将他的矿泉水打破 随后波仔抢走了眼睛书提前准备好的水混了下去 当波仔想要给眼睛书最后一击的时候 没想到身体里射出来的竟然是水 他一看水平 原来眼睛书的水是眼水 而他们的身体射入眼水 机械就会出现故障 眼睛书趁机用炮弹轰炸波仔 然后立马飞回去救活了自己的女儿 就在这时波仔出现一脚将眼睛书踹飞 原来波仔还没有死 他对着眼睛书就是一顿连击将他的脑子打开了话 最后波仔抓起眼睛书的女儿扔出窗外 激发了眼睛书的愤怒 父爱的力量让眼睛书击败了波仔 眼睛书飞出窗外救下女儿 这时女儿才知道父亲并不是一个没用的人 而是一位超级英雄 从此眼睛书过上隐性埋名 助人为乐的快乐生活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 在你回忆起往事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有那些每天坚持努力的人 伴随着先锋姐的作品一路走下去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讲到这儿 看一部电影《品一段人生》 我是辽影先锋 有喜欢我的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 电影《品一段人生》